《孔龙河周籍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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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孔雀的胸颈部覆盖着鳞状的金翠羽毛 因此在古代也被称为龙鸟 自然界的雌鸟普遍毛色暗淡 但绿孔雀雀鸟的毛色却与雄鸟一样华美 与雌鸟的短尾不同 雄鸟尾部的绿色腹语常可夜地 尾端坠有金翠彩色前纹炫目迷人 这些可以开平的腹语是吓退敌人的戾气 也是吸引家偶的法宝 然而腹语轻盈一折 不仅需要精心呵护 还会影响孔雀的行动速度 因此繁殖期过后 腹语功成身退逐渐掉落 这美丽的凋零是在为生命的下一阶段积蓄力量 绿孔雀栖息于开阔河谷地带的向阳坡面 干燥的空气和充足的光照 有助于它们保持健康 清晨 绿孔雀来到河滩 饮用河水 着食昆虫 或是享受鲨鱼 清理羽毛中的寄生虫 除了昆虫 它们还喜欢吃植物的嫩芽 花朵 油爱荣果以及豆类的种子 傍晚 生性谨慎的绿孔雀 帮回山林躲进桥木的树冠里安心休憩 绿孔雀是流鸟 它们体型庞大 无法长距离飞行 因此才有孔雀东南飞 无礼易徘徊的说法 安土中迁的它们 常在同一区域内密食 夜宿 繁衍后代 绿孔雀是中国古老图腾 凤凰的原形 被视为文明与美德的象征 如今绿孔雀在我国已不足六百只 是宾威物中 保护绿孔雀 不仅仅是为了那美丽的姿态 与吉祥的寓意 更是为了守护人类 休期与共的伙伴 四月的云南 哀劳山东路的恐龙河自然保护区 迎来一场春雨 炎热干燥的小江河流域 变得欢快起来 小鸟们享受着萌萌细雨带来的清凉 然而 也有鸟儿不喜欢湿漉漉的感觉 一身金翠雨衣的绿孔雀正匆忙折返 奔向河边缓坡地带的寄雨林 那里是她的家 小江河流域山高古深 在季风和地形的相互作用下 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形成干热河谷气候 孕育了原始的热带季雨林和西树灌木草丛 也是绿孔雀繁衍生息的栖息地 缺乏水汽的山坡上 桥木稀疏成林 高处相接的树冠形成了天然的保护伞 足以阻隔空中猛禽的视线 空旷的林间空地让绿孔雀行动自如 即使危险来临也能迅速逃遁 快速避敌 开阔的河滩与山坡相邻 觅食和修气都无需长途跋涉 既方便又安全 对于谨慎不爱迁徙的绿孔雀而言 这里无疑是理想的居所 安居之地衣食无忧 充足的阳光与干燥的空气 让绿孔雀能保持羽毛干爽蓬松 还能减少鸟类寄生虫的侵害 河滩的细沙 可以帮助它们清洁身体和羽毛 对于娇贵挑剔的绿孔雀而言 这都是生活品质的重要保证 满地的落果 种子 以及躲藏在土壤和落叶中的虫蚁群落 成了绿孔雀无尽的美餐 距离树林不足百米远的河流 不仅解决了绿孔雀的饮水之忧 遇到情况 它还能快速返回家 每年的三至五月 是小江河河谷最干旱炎热的季节 也是绿孔雀的繁殖季 它们来到河边 除了饮水 觅食 更要抓住机会社交 求偶 在开阔的平地 雄孔雀可以很轻松地张开尾屏 展示风姿 以期获得此孔雀的青睐 阳光 寄与林 丛丛河水 还有河边的沙滩 勾画着小江河两岸 这片与世隔绝的干热河谷 因绿孔雀而充满生机 也将继续守护绿孔雀 选择有山寿的这种 沉溪中 云南恐龙河洲极自然保护区内的热带季雨林 迎来新的一天 三月 哀劳山的干热河谷还在旱季 高温和炎热让兽类逃离此地 但对鸟类而言 此时却是温暖干燥的好时间 落叶腹地 丰富的植物种子和昆虫藏于其中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戴圣小心而快速地觅食 受到惊动时 头顶的彩色关羽张开 很像我国古代女性的头饰圣 她们也因此得名戴圣 意为戴着圣的鸟 戴圣细长的嘴巴 像一双灵巧的筷子 能够拨开落叶 伸进缝隙 加出美味的小虫 人们常将它与啄木鸟混淆 其实戴圣的嘴巴并没有 啄木鸟那么坚硬 而且弧度较弯 不足以啄开树干 却可以伸进很小的缝隙中取食 除了落叶丛 河滩也是鸟儿们的大食堂 在这里 戴圣和红维水渠不期而遇 它们饮食喜好不同 互不干扰 红维水渠 以熊鸟的红色尾巴而得名 除了石滩盐缝里的昆虫 水面上的各类飞虫 也是红维水渠的美食 搜寻食物时 它们的尾巴会不断摆动 见或散成膳状 虽然看起来圆胖娇憨 它们可是非常敏捷的捕食者 能够迅速出击捕捉猎物 比起不爱洗澡的戴圣 红维水渠则很爱干净 饱餐之后 它们会跳进河里洗个澡 洁净又舒爽 旱季的小江河河谷 流水清澈 空气干燥 鸟儿们可以尽情细水 不用担心羽毛泛潮的危险 黑短脚杯居于山林间 喜欢热闹 它们常聚到一起欢乐 水中西系并非水鸟的专属活动 此时 几只黑短脚杯聚到河边 不时惬意地拍打水花 一起在河水中比赛扎猛子 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 温暖干燥的气候 与丰富多样的植被 孕育着一百多种鸟类 装点着河谷的每一个角落 感觉有三处的这种 位于云南省西南部 普尔市北端 埃劳山 无量山 两大山系雄聚县城东西 发源于两山之间的川河 流入县城东南部的文景镇 川河东岸 一片红褐色的土峰土柱 拔地而起 秘密如林 挺立在哀劳山脚下 这是云南四大土林奇观之一 景东土林 占地面积约四十公顷 它三面环山 背山面水 林与河之间有良田和农舍 土林有成群的土柱构成 是一种独特的流水侵蚀地貌 由流水 重力 物理分化等 共同作用形成 除土柱外 还有土墙 土坪等形态 土林地貌往往分布在植被稀少 土壤贫瘠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而景东境内 两山连绵 原始森林茂盛 生态环境优良 如景东土林这般 背后是蜜林 脚下是凉田的景象 并不十分常见 从空中俯瞰 景东土林自茂密的丛林边断裂 深沟广赫 无规则地延伸开来 似在森林中砸出一个深坑 将大地的骨骼裸露在外 景东土林 簇拥在树木 花草之中 浓绿的植被 掩映着红褐色的土林 为枯燥的风景 增添一分鲜亮 景东土林造型丰富 意境广阔 引发无限想象 远远望去 既有直插天空的丽毛阵 又有相对而立的情侣 既有树木的中世纪教堂 又有宝像庄严的佛像和庙宇 既有中国传统建筑宝塔 又有融合了东西方建筑艺术 精华的大三八排放 除此之外 还有众多不可名状的形象 埃劳山间 云遮雾涌 雷雨瞬间而至 景东土林也柔和起来 土林的形成 需要远远不止千百年的时间 外力波石后 暴露的沉积物形成安全帽 也使其不会因为雨水的冲刷 而急速消失 天空放晴 置身景东土林的苍凉中 仰望天空 看白云游走 不知今夕何夕 高耸威娥的哀劳山 将北上的暖湿季风拦置半坡 凝结成清凉的云雾带 青崖博物中 一处山间平台 拖起了云南省中部 最大的高山湿地 九天湿地 位于云南楚雄 宜族自治州 双百县厄家镇 海拔2400米 面积约13平方公里 四月 湿地处于旱季 放眼望去 一片枯黄 几处浅溪静流 也被荒草遮挡 这萧索的景象 似乎很难与湿地关联 然而 走进湿地深处就会发现 貌似荒芜的地表植被 正见次展示着湿地的内在生机 盛开的杜鹃花 远远昭示着这片土地繁荣的底色 它并不是独自盛开 灌木已萌发心芽 枯枝败叶 早已无法阻挡绿色的延伸 随着地势变低 绿意逐渐变浓 苔显湿润亮泽 找生植物浸润在水中 舒展枝叶 清澈的溪水 孕育着新生和活力 这里 干旱已无济可循 绿意正向周边扩延 群山之间 这片低洼之地溢于储水 茂密的草垫应运而生 经年累月 残根与枯草层层堆积 九天湿地变成了一块 天然的大海绵 它不仅具备强大的储水能力 还能吸附杂质 净化水源 这片湿润洁净的小天地 补育着丰富的湿地冻植物 将随着雨季的到来 渐渐恢复繁盛 而此时 寂静的草垫间 矮树上披挂的苔藓和漂浮物 都是湿地盛景的亲历者 在旱季 草垫中积蓄的水分 也足以滋养一方生态 这些水分 一部分补给地下 被植物根系吸收 湿地周边的松树 早早萌发心芽 与此同时 不断蒸发的水汽 也在无声润雾 松树根部的苔藓 就是证明 繁茂的松林 与湿地形成有序交错的态势 他们发达的根系 牢牢锁住水分与土壤 防风固沙 涵养水源 与低处的草垫携手 调续着这片区域的水文平衡 松林和湿地相互守望 共同养护着九天师地的明镜水土 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 稀疏空旷的热带际雨林 与稀树草原一起 错落分布于河谷之中 成为绿孔雀的理想家园 林间一片静谧 只有偶尔的沙沙声打破沉寂 绿孔雀正在觅食 除了植物花朵 果实和种子 藏于泥沙中的昆虫 也是无上美味 可以提供丰富的蛋白质 绿孔雀在林间的一处挖地 发现了食物 他小心张望着 不敢忘情享受美餐 好在 同样积景的红元姬尾随而来 这是家姬的祖先 习性 饮食习惯 和绿孔雀相似 因此成了绿孔雀觅食的老搭档 这对老友很快达成默契 轮流放哨 有了红元姬的守卫 绿孔雀可以放心地饱餐了 除了红元姬和绿孔雀 有几十种鸟兽 共享这片富饶的河谷 寄予林中的草子 野果 昆虫 与洁净的河流 一起养育着他们 岸边山坡上 茂盛的长绿阔叶林 是迷猴的领地 但在春季 山下的落果和种子 显然比山上的树叶更有营养 美食的诱惑巨大无比 猕猴忍不住下山偷食 毕竟 偷吃是件不光彩的事 猕猴们倍加小心 一只猕猴躲在临边的树上望风观哨 他的同伴欢食地捡食草地上的种子 并不时抬头四周观望 担心被抓现行 一只雌孔雀也来觅食 绿孔雀家族中 雌孔雀常与家人结伴出行 在确定配偶后 就开始与丈夫独享小家庭生活 雌孔雀看似落单 实则他的伴侣就在附近守护 猕猴明智地选择撤退 毕竟雄孔雀可没那么温柔 恐龙河自然保护区 保有原始中山湿性长绿阔叶林 和热带寄予林生态系统 这里植被丰富多样 让习性各异的动物们得以比邻而居 它们和平共处 偶尔也有摩擦纷争 大自然的缤纷之态 亦是和谐之美 感觉有山西北这么多 连绵起伏的哀劳山 自西北向东南 纵贯云南中部 复杂的地貌与独特的气候条件 使这里保存了古老的原始生态 也护佑着来自恐龙时代的原住民 苏铁 苏铁也就是俗称的铁树 是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 它们藏身于大山中 许多是我国的特有物种 滇南苏铁就是其中之一 与其他苏铁相比 滇南苏铁的叶片 呈龙骨状排列 叶背是独特的淡绿色 叶饼上的刺也更短 滇南苏铁 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 尤其在哀劳山的温暖环境中 难得一见的铁树开花 却是最为常见 事实上 苏铁是螺子植物 没有真正的花 它们的球花 学名是包子叶球 熊球花形似宝塔 瓷球花形状扁圆 十几对策猎片层层叠叠 更有花的风韵 其中点缀的裸露碎猪 有些长有绒毛 它们竟带花粉传播者的到来 随着环境快速变迁 苏铁的繁衍困难重重 球花雌雄一株 成熟时间也间隔两周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使它们的授粉成功率极低 而野外大型食草动物的减少 使苏铁的种子难以借力传播 即使种子找到了落脚处 低发芽率的苏铁 也不能自意生长 因为它富含淀粉的树干 常被老鼠啃食 苏铁的生命中 处处有威胁存在 然而它们从未停止顽强的进化 蜡质的叶片能锁水抗旱 且不易燃烧 独特的珊瑚根结构 吸引蓝藻与其共生 蓝藻能将空气中的氮元素 固定在根系中 成为苏铁的营养源 帮助苏铁适应贫瘠的生静 曾与恐龙相伴的苏铁 三亿多年来 见证了地球各个纪元的物种兴衰 如今恐龙灭绝 苏铁却独立演化 坚韧存活 成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在苏铁身上 我们仿佛能看到地球的年轮 也看到了物种延续的 更多可能 尘光已洒满大地 埃劳山的原始森林 依然云雾笼罩 埃劳山 纵贯云南的中南部 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 受地形和季风影响 这里降雨风沛 气候温凉 位于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原始森林 常年云雾缭绕 许多古老珍稀的物种 隐身其间 寻到安身之地 水清树 落叶桥木 是第三季的结仪物种 在植物分类中 丹科丹科丹中 古老且孤独的它 喜阳光 爱湿润 由于木质中 没有导管输送水分和养料 它就努力适应环境 寻找生机 埃劳山地区 埃劳山地区雨量充沛 空气湿润 全年云雾天气可达两百多天 没有导管的水清树 尽情舒展叶片 从云雾中吸收水分 褪去老树皮 去尘存心 也是它获取能量 增添活力的计策之一 此外 还要占领高空 优先获得阳光 水清树三四十米高的树冠 雄聚森林生态的顶层 依附在树干上的地衣 苔藓和蕨类等复生植物 也能借势成为空中一景 借势而为 也是植物界的生存法则之一 第一 苔藓 蕨类等复生植物 到水清树上借助安家 获得生存必须的阳光 作为回赠 它们不仅为水清树 营造出更加湿润的 微生态环境 还能促进树干萌发新芽 甚至 会变身为水清树种子的培育基地 红豆山 红豆山也是这项法则的受益者 同是结宜宾微物种 红豆山更喜欢阴凉湿润之地 二十多米的身高 方便红豆山眼神密林 躲避阳光 枝干上披挂的复生植物 游似红豆山的防晒衣 复生植物常常落脚在树叉枝压处 或是水瓶的枝干上 日积月累 厚厚的复生植物在此堆积 为红豆山幼苗 提供了富含营养的温床 阳光普照 浓雾渐消 哀劳山上 葱玉苍茫 这里是古老珍稀物种的避难所 上演着诸多生命的更替演变 也蕴藏着万物和谐共生的内涵 云南哀劳山 热带济雨林的河谷 在午后时分依旧悄然无声 一声鸣叫打破了宁静 红元鸡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红元鸡 家鸡的祖先 外形与家鸡相似 但体型较小 雄鸡身披彩衣 周身泛着金属光泽 相比之下 雌鸡就暗淡许多 灰褐色的羽毛 极具保护功能 即使在丛林中刨土着实 也不易被发现 色彩上的强烈对比 也正是红元鸡 在自然界中生存和繁衍的需要 红元鸡家族是一夫多妻制 雄鸡是家长 几只雌鸡需要通过争斗 获得家族地位 它们生性激进 觅食时不停地抬头张望 在家族集体活动时 通常由雄鸡放哨警戒 红元鸡的食物比较广泛 植物的花叶 果实和种子 都是它们的采食对象 藏匿在落叶和泥沙中的昆虫 更是它们补充优质蛋白的 重要来源 二至五月是红元鸡的繁殖期 此鸡要储备更多能量 孕育新生 此时 恐龙河自然保护区正值旱季 地上散落了许多落果和种子 它们成了雌鸡的争抢对象 两只雌鸡已然剑拔弩张 或许是势均力敌 双方虚张声势后就草草收兵 耗豆是红元鸡的天性 雄鸡脚上尖锐锋锋的长具 就是为打豆进化而来 为了避免内部争斗 雄鸡决定到开阔地带 为家人寻找食源 宽阔的石滩上 不仅食物丰盛 小沙粒也有助于消化 这是家庭聚餐的绝佳之地 雄鸡开始召唤家人 有了充足的食物 雌鸡们又能和睦相处 即使西边饮水 他们也按着家族的地位等级 排队静候 这就是鸡族群体中 独有的着实次序现象 白天地面觅食 晚间夜漆树上 学会飞行 就是回家的最佳途径 暮色降临 红圆鸡已回到岸边寄予林的家 作为流鸟 恐龙河自然保护区 是它们在中国 为数不多的生存地 它们在这里 延续着久远以来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